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航空公司AA跟联合航空公司UA现在开始裁员3万2千人 美国航空首席执行官道格伯克他表示 在试图获得更多联邦援助的尝试失败以后 削减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国会在批准2万2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当中 采取任何行动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是众议院议长民主党决定推迟投票 以获得更多的两党支持 纾困计划当中包括用于航空业有250亿美元 裁员也打击了高盛投资银行 银行在大流行期间暂停了裁员 以避免员工的不确定性 6月份由于冠状病毒的危机 HBSC汇丰银行开始裁员 而富国银行Wills Fargo表示 裁员也会很快影响到员工的职位 报告消息 根据国会谈判人员透露 对应众议院提出的包括每人现金1,200元补助在内 总额2万2千亿美元的纾困方案 财政部长施努庆在昨天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谈当中 提出了1.62万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 据说增加的报价包括了比过去更多的教育资金 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资金 双方会谈了90分钟 但是没有达成协议 之后双方似乎仍然希望继续的谈判 并且能够达成某种的协议 消息来源指出 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有 长期存在的国家和地方财务易住的资金 民主党要求大约5000亿美元 而共和党接近2500亿美元 中小学校K12教育资金 民主党建议2250亿美元 共和党则说要1500亿美元 另外还没有协议的部分 还包括有很多税收的规定 当中一些跟医疗保健有关 这些都不容易沟通 而且被认为是否能够达成交易 令人怀疑 至少将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完成 尽管议长佩洛西和财政部长米努钦 发表了乐观的言论 但是会谈当中被告知的消息人士说 未来跟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以及白宫要达成支持 仍然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就目前而言 两人计划继续地进行讨论 众议院民主党推迟了对自己的计划进行投票 这就是变为双方创造空间来争取在今天达成协议 白宫在今天发表声明说 川普总统今天签署了临时拨款法案 使联邦政府得以维持运转到12月11号 据路透社报道 在联邦政府经费9月30号5月用庆之后不久 川普总统签署了这一个法案 以维持多数支持项目的经费水准 避免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 以及11月3号美国大选几个礼拜之前停摆 华谱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辩论的时候 点名白人至上组织要待命 这让对手拜登痛批是国家之词 共和党人也纷纷地划清界限 眼见风波闹大 川普总统急忙地改口 现在要该组织下台 川普和拜登在结束星期二第一场辩论之后 昨天重新回忆到竞选的行程 拜登来到战场州 俄亥俄州和宾州造势 抓住机会炮轰川普 拜登痛批 川普不仅没有点名 没有名言谴责白人至上主义组织 或极右翼团体骄傲男孩 却叫这个组织退后待命 Stand back and stand by 还说真的问题其实是在极左派极端分子 拜登说我们美国人不是这样的 川普在今天改口要骄傲男孩下台 Stand down 显然想要平息发言的时候所引发的风波 川普告诉记者 我不知道骄傲男孩是谁 但不管他们是谁 他们都必须下台一鞠躬 川普是在多位共和党人 因为他的发言和他划清界限以后 做出这个改口 联邦参议院唯一的共和党籍 非洲裔参议员施考特表示 川普需要修正他的言论 其他还有多位共和党人 聚报也有类似的反应 包括了重量级的参议院多数党 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华普消息 川普总统和拜登的第一场辩论 以混乱告终 英国泰晤士报刊登文章说 辩论的输家是美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说 中国等美国的敌人是大赢家 泰晤士报的文章说 很明显的 美国是第一场辩论的数家 美国媒体因而在谈论 余下两场辩论是否如期举行 CNN发表的分析文章说 如果美国人也因为 星期二晚上的混乱失去细心 对美国批评的中国 俄罗斯或其他地方 是否更容易去抓住这个辩论 去证明他们的观点 就是华盛顿有问题 还是民主党根本体制有问题 同时形容川普是批评 民主论者的礼物 文章说 混乱的周二夜晚 可能会让美国人感到沮丧 将使得一些尚未下决定 决心的选民 根本不去投票 英国广播公司 BBC电视主播 凯蒂推 则说 辩论看得极其痛苦 他说我只能听到三个老白男在台上叫喊 在美国公共政策界举足轻重的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哈斯 则说这是我记忆中最让人丧气 最令人忧郁和不安的90分钟 香港消息 香港网友所发起的今天10月1号 在多个地区示威 下午在香港铜锣湾的参与人数 虽然少于过去 警方仍然加强巡逻 领检路人 有示威者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警方多次举其警告违反港区国安法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原来申请今天在港岛举行游行 要求北京释放日前一位偷渡被关押在深圳的香港人 但是申请遭到警方拒绝 之后又有网友发起在湾仔和望角灯六区集会 据警方说 截至傍晚大约69人被捕 其中包括两名区议员 泛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原先申请今天在铜锣湾集会 然后游行到中环墓地是要求北方北京方面释放被捕的12名港人 但是民政的申请被警方拒绝 然而大批示威者不理会警方的静置 按照民政计划在下午两点开始 在铜锣湾东角道以及轩尼斯道一带聚集 示威者分散在附近的多个街口 每个角落都有好几十人 他们不时的高叫反送中的口号 防爆警察则不时举起代表违反港区维护国安安全法的 紫棋和非法集会的南棋要求他们离开 但是示威者短暂离去之后不久又回来持续了高叫口号 根据香港警察脸书官方账号报道说 警方在多区一共拘捕了69人 其中62人包括有两名区议员涉嫌在铜锣湾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防爆警察今天处理铜锣湾示威者的手法明显比过去温和 除了举期和口头警告之外 并没有强行驱散人群 也没有动用最低的武力 华部消息 美国劳工部在今天报告说 上礼拜首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总计83万7千人 原因是就业市场继续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复苏 道琼调查的经济学家在此前预计 应该是大约85万人 从三月中旬跟COVID-19相关的经济停滞以后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礼拜索赔不足100万人 但是总数仍然还是高于美国自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些至少在两个礼拜内连续领取救济金的人减少了98万人 降到1177万人 在疫情大流行之前 每个礼拜的索赔者大约是20万人 华部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将向全美国发放1亿5000万套美国亚培公司所制造的新冠肺炎快速检测卡 这种检测卡大小将近类似信用卡 便于携带能够在15分钟之内得出检测的结果 配亚公司这种新冠肺炎检测卡 已经在8月26号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状 允许医疗机构和及时检测机构专案人员使用 其售价为5块钱美金 大小像是一张信用卡 方便携带 检测机构使用试子 从被检测者的鼻腔取得检测样本以后 加入6D试剂 插入检测卡 就能够在15分钟之内得出检测的结果 这种检测卡可以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前7天之内 检测出新冠肺炎病毒的核一核蛋白抗原 从而确认被检测者是否感染了病毒 亚培公司向美国药管局提交的临床研究数据显示 这种检测卡的敏感度97.1% 也就是说检测卡能够检测出97.1%的病毒感染者 川普总统表示 这1亿5000万套的检测卡将发给各州和地区 协助当地尽快的重启经济重新开学 其中5000万套检测卡将送到养老院 辅助护理和临终关怀机构等保护最脆弱的人群 报告消息 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导演 姆斯卡梅隆 演员克林伊斯威特和马丁斯科赛斯 在昨天跟电影院的老板们联手呼吁寻求资金支持 说他们担心电影业的未来 他们在自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的信中说 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电影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没有资金 电影可能无法幸免于大流行的影响 这封信是由70多位导演和制片人 以及全国剧院所有者协会 美国导演协会和电影协会共同签署的 大流行迫使美国电影院在3月中旬开始关闭 在美国很多城市 包括了AMC娱乐公司和Sing World 以及Rego电影院在内大型连锁店 虽然已经重新开放 但是客流量很少 而最大市场洛杉矶与纽约的电影院院线 却没有开放 事实证明让美国人重返电影院的努力 令人失望 好莱坞制片厂已经将诸如黑寡 马富和壮志凌云这些大型的电影的片子 发行推迟到明年 这封信说 钟晓晴的电影院公司 大约69%被迫申请破产 或者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永久的关闭 香港消息 据CNN的报道说 随着10月1号的到来 预料中国将有数亿人在国庆节假期 登上火车、飞机和公路 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 最繁忙的旅行时间之一 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 为期八天的中秋假期 是中国第一个重大假期 尽管最近几个月 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但是黄金周假期 是对中国成功的遏制这种病毒的雄心勃勃的考验 也是对其经济复苏的期待已久的提振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政府仍然还在努力的控制飞胀的感染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大规模活动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 周末冠状病毒的病例数突破了700万 而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 都处于第二波的感染浪潮当中 甚至于在很大程度上 没有受到第一波冲击的国家 像是希腊跟克罗尼亚 随着6月欧洲内部边界重开 之后游客休暑假 案件也都开始激增 但是就目前而言 鉴于中国的本地传播率几乎是零 而且采取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 选边境控制措施 这种病毒对于中国度假者而言 已经很少受到关注 中国对国内流动的限制也都解除 一些城市仍然要求旅客 在火车站或机场的智能手机上 生成绿色健康代码 以表代表着他们可以安全出行 但是实际上实施起来很宽松 中国政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礼拜仍然建议旅客 要遵守当地的防疫措施 在火车上飞机上和拥挤的地方 戴上口罩 并且在旅游景点保持一米 也就是3.2英尺的距离 考虑到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 经常淹没了热门网站的人群 和如此之大的这一点 要保持每一个人的间距离一米 恐怕非常的困难 有消息 在9月30号昨天所结束的财政年度当中 有21个人在这一年的移民局拘留室当中死亡 这是2019年财政年度死亡人数的两倍多 也是15年以来移民局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移民权力倡导者说 死亡表明情况恶化 医疗保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以及移民局处理新冠疫情的方法有缺陷 去年在移民局羁押中死亡的人数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是新冠疫情呈阳性 尽管移民局官员坚持说 拘留中心的死亡非常少发生 但是该机构在如何处理常规医疗方面 所面临越来越严格的调查 两个礼拜前 在乔治亚州 移民局一个单位的一名前雇员提起了诉讼 指控有关子宫切除手术的高发率 和据称的医疗疏忽 在大流行期间被拘押在移民局设施中的总人数 已经大大的减少 去年移民局羁押的平均每天人口为50,165人 而根据该机构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年9月25号 有19,791人被拘押 华福消息 美国空军一架F-35B战斗机 在周二跟一架空中加油机碰撞之后坠毁 F-35B战机是全球最昂贵以及最先进的军机 美国陆战队第三航空连队指出 这架F-35B战机的飞行员弹跳逃生 目前正接受治疗 相撞的KC-130J空中加油机已经安全着陆 最终坠机事故发生在加州的英匹利尔县 录像片段可以看到F-35B战斗机坠毁在地面的时候 焚灼火焚烧 第三航空队推文表示 仍然还在调查坠机的原因 空中加油机已经回到了 瑟莫尔机场飞机上人员安全 加拿大相关消息 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立抗被加拿大引渡到美国受审 引渡案件昨天在加拿大比斯省最高法院结束了本轮的听证 法官没有做出裁决 考量到地方他方面说提供的证据缺失关键内容 预计2021年2月将裁决加美双方司法部门是否滥用司法程序 而在此之前本案将进入第三轮 也是在省高等法院进行的最后一轮审理和裁决 据中央电视的报道说 昨天的听证过程较短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在这一轮的听证过程当中 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分别陈述了自己的主张 孟晚舟的律师认为 美方提供的关键证据缺失了最重要的内容 也存在虚假陈述 因此误导了法官 是对加拿大司法程序的滥用 基于这样的事实 法官应该终止引渡程序 而加拿大司法部的律师则认为 法官应该就引渡的条件是否充分 来做出裁决和判断 而不应该判断美方提出的证据 并要求法官驳回孟晚舟的律师 所提出的申诉理由 罗马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昨天呼吁教皇方吉克拿出勇气 抵制中共的宗教迫害 正在罗马访问的蓬佩奥表示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打压宗教自由 要比当今的中国更甚 蓬佩奥呼吁范迪冈与美国一起谴责 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他并且对中国计划扩大在意大利和经济影响力 表示担忧 据法新社报道 蓬佩奥在昨天在美国驻范迪冈大使馆举办的座谈会中 呼吁所有宗教领袖拿出勇气 抵制对其所信仰的宗教自由的迫害 他表示中共期望以惊人的规模扑灭自由之光 打压中国每个宗教团体 包括新教家庭教会 藏传佛教徒 法轮功修炼者等等 天主教徒都不能够被信念 蓬佩奥并且提到了 在80年代教皇的约翰保禄二世 在对抗苏联阵营当时的坚定信念 他特别强调 基督教会应该保护他们的男女信众 蓬佩奥在到访范迪刚之前 曾经呼吁罗马叫停 不要跟北京续签主教任命的协议 他预计今天星期四 再跟苏基主教帕尔柏林会面 拉斯维加消息 据CNN报道 法官在昨天批准了一个 针对拉斯维加斯大规模枪击案件受害者的 8亿美元和解方案 这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案 原告律师罗伯特·埃格莱特通过电话告诉CNN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 在针对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赌场度假村 所有人的集体诉讼当中 各方都同意了这一个和解 埃格莱特说 和解的程序有30天的上述期间 他说 我们希望这项工程能够以一种年底之前 可以分散受害者资金的方式来完成 这个和解金将在集体诉讼中 分给4000多名索赔者 双方同意的两名退休法官 将独立裁决 确定每一位受害者的涉嫌 他们的确切的赔款额 埃格莱特说 本案只有一名潜在的索赔者 决定退出诉讼 本案发生于2017年10月1号 64岁赌徒斯蒂芬·派多克 向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面的音乐节 聚集的人群开火 其集中有58人死亡 有将近700人受伤 自然当局说 枪击事件发生以后 帕多克被发现死于 他旅馆房间的地板上 头部似乎是自杀 而造成了伤口 将弹药卖给帕多克的男子 已经认罪 联邦政府对他进行了指控 洛杉矶消息 美国加州洛杉矶警方 采取行动拘捕了一名男子 怀疑他跟9月中 两名原警坐在警车里面 遭人伏击的事件有关 这起案件发生于9月12号 这两名警员预袭的经过 被附近的保安摄录机所拍下 片段在网络上面疯传 使得公众们十分震惊 当局证实被逮捕的男子是36岁的莫里 发生本案之前两个礼拜 他曾经牵扯另外一个案件 骑劫汽车的案件被捕 探员仍然还在了解他袭击警察的动机 莫里在昨天提堂 否认这两宗案件的控罪 法官则批准他以615万美元保释在外 11月再出庭 如果他被裁定罪名成立 最高法院最高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两名预袭的警员都是头部受伤 在医院接受治疗以后已经出院 现在正在康复当中 不过警方发言人说 他们两人伤势不清 将来有可能还需要做更多的手术 康复的道路十分漫长 华部消息 距离11月3号的大选日还有34天 花式华冰前世界冠军 观影山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 纽约地区亚太一民选官员等等 在30号昨天开始启动 纽约亚裔社区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助选的活动 鼓励亚裔选民为拜登投票 并且强调亚太一选民在帮助拜登竞选 赢得选举上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宾州 俄亥俄州以及密西根州等摇摆州 孟赵文则说 这一次新冠疫情当中 我们纽约的每一位民选官员都全力帮助民众 而川普政府无视于纽约人的需求 还引发一波又一波针对亚裔社区的歧视 让亚裔感觉我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29号晚上的第一场总统级辩论 川普甚至于拒绝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 孟赵文说 在很可能决定大选结果的几个摇摆州 亚裔选民都有一定比例 可以影响该州的选举结果 他说我们用选票让美国重新回到正轨 有消息 纽约曼哈顿200万名办公室的职员员工 至今竟然只有10%回到办公室 紧急专家所希望的一半数字 这除了象征 纽约市恢复正常生活仍然需要遥遥无期 更严重损害了商业区内 依靠上班族的小商业 据每日邮报报道 跟洛杉矶和达拉斯等其他主要城市不同的 纽约市许多人在春季和夏季 新冠高峰的时候选择离开 除了担心疫情之外 高昂的租金价格和犯罪率上升 也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长时间安排在家工作以后 有不少的员工已经无需要再回到办公室上班 而公司也失去了租赁昂贵地段写字楼的意义 虽然现在不少公司也陆续的安排员工上班 但是要比以往繁荣日子 办公室里面仍然是空荡荡 受到办公室真空气的影响 还有在商业区内的服装店 以及咖啡馆之类 他们一直以来的生计 都是依赖这些上班族的光顾 现在自己已经纷纷陷入了结业的危机 房地产公司士邦魏里士数据显示 全国目前平均有25%上班族回到办公室 而其中达拉斯40% 洛杉矶20% 纽约市郊区也有32% 他说我们原先期待 曼哈顿会有20%的人恢复上班 水平和全国其他地区降落 巴黎消息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政71周年的纪念日 最近几年以来 中国的国庆日日益成为海外人权组织 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日 今天世界各地的声援西藏 新疆内蒙古台湾 以及香港的人权组织 在柏林 慕尼黑 伦敦 巴黎 纽约 新德里等地 很多城市和地区展开抗疫的示威 反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动 巴黎的活动在今天下午17点 也就是5点钟举行 地点是在巴黎市中心 爱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 除了经常出现在示威活动中的 自由西藏示威大会等组织之外 来自非洲以及越南的人权组织代表 也将参加今天的示威活动 越南民众组织的代表唐夫人表示 我们抗议中国当局侵犯人权 侵占南中国海海域 过去在中国政府官员访问法国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我们呼吁欧洲尤其是法国政府 抵御抵抗正在日益膨胀 日益严酷镇压反对派的 习近平执政下的超级大国 以上是今天的重要新闻 今天这一节重要新闻 纽约看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